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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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阅兵的参加者是金城晋卫军的五大营的将士 这五大营的将士摆出来的阅兵阵型是什么 史书上明明白白的写作是为拔正进退 意思就是说摆成拔正前进后退做军事表演 阅兵式的表演 那么这个记载了明明白白建于朝卫人写的位书当中 裴宗盛的柱把它引在三个字里边 这个完全可以查得到的 可见西汉时期已经有了 就是把证这个词和相关的阵型 西汉已经有了 再说东汉 东汉著名有个史学家叫班固 他写了一部著名的证实 叫做汉书 他是史学家 但是他也是文学家 他写了一篇名文 叫做《燕燃山民》 这篇名文呢 写的什么 东汉朝廷出兵 讨伐北方的匈奴 那么朝廷用的什么阵型呢 就用的靶正 所以他这个文章当中就明确说了什么 乐以靶正 立以巫一神 意思是什么 朝廷的军队摆出拔正的阵型 显示出神奇的威风 而这样看起来 在西汉和东汉 那都有拔正这个词汇 而且也有相应的阵法 在西汉 而且这个还是皇帝大阅兵的 必备证刑 可见 拔正 单就这个词汇 以及这个词汇 所表达的阵型来看 发明权 著作权 版权 知识产权 不属于诸葛亮 所以 我要说 no 不是 但是 但是我也要给出另外一半的答案 我要说它 是 是 yes 为什么我说它又是诸葛亮的赌创发明呢 原因在于 诸葛亮的 把正 不是对老祖宗 把正的原样造班 侵犯版权 抄袭 不是 它已经 在老祖宗的 基础上 做了推广和演变 从而有了自己的更新 因为三国志 诸葛亮传里边明确说它 做把正途的情况 是这么 两句话 推演兵法 做把正途 它是对前面 祖宗留下来的兵法 进行推广和演变 从而 推出了自己的新版 把正途 也就是说 它是全新改版 因为我们现在的话来说 已经面貌于新了 不再是原来的老把正 新把正 那么这新把正 新在哪一地方呢 至少有两点 第一 它配了图 所以它不叫把正 它的权名叫把正途 也就是配上了 直观易懂的图形 这就完全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古代当兵的 大多数是底层的 来自农村的子弟 赤梁当兵 是一条深路 文化前 如果你只有文字叙述 你这正法再神奇 我懂不了 我看不懂 看不懂就没法 进行训练 进行演练 先进配上的 直观的图形 你照这个图形 站队排队 演练 这就好办了 所以它的把正图 实际上就是图说把正 配图不配图 那效果大不一样 所以这是它的第一点 更新 第二点更新呢 是它这一个把正图 它是完全是从始战出发 然后要准备跨过秦岭 进攻朝位的时候用的这一个阵型 所以它一定是具有始战功能的 这个在内涵上 就和此前的把正就大不一样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谜团的答案 下面呢 我们说第二个谜团 把正图究竟具有什么样的始战功能 承受写 推演兵法 做把正图 在诸葛亮传里边写的时候 对把正图究竟什么具体功能没有写 同时代的其他史书里边也没有写 只有从稍后一点的史书里边去寻找答案 好在呢 我们终于找到了 在三国之后 大约二百多年 到了南北朝时期 北朝孝文帝在位的时候 面临着北方草原上柔然民族的不断的侵扰 柔然民族的拥有强大的骑兵 在开阔的草原上的话 是冲击地很大 北朝朝廷拿的觉得是很难办 这个时候有一个 学士渊博的大臣出来提了一个建议 此人性高 名旅 他向朝廷建议 我们组建一支军队 采用诸葛亮的靶政图 来抵律柔然齐兵 那么史书上怎么说 采诸葛亮靶政之法 为平地预寇之法 意思就是说我们可以采取诸葛亮的靶政图 这种政策 然后在开阔的平原上 抵律柔然齐兵的冲击 这是有效的方法 那么这段史料 明确地说明了 拔正图 它的功能 是在平原上抵律 齐兵的冲击的 特别是步兵 用来抵律齐兵的冲击 因为在开阔的平原上 步兵对齐兵 基本上说是 胜算把握很小 那么怎么办 首先必须抵律强劲提兵 骑兵的冲击 但是现今诸葛亮的靶政图 就是要直接要阻挡你的冲击 不仅阻挡你的冲击 而且还有另外的功能 那么高履的说法 恰恰证明诸葛亮 就是需要这样的一种军事功能 因为蜀汉的军队 此前我们一讲过 一翻越了秦岭 就进入关中平原 关中平原就是开阔的平原地带 而曹卫恰好拥有 强大的骑兵 在三国当中 他的骑兵力量是最为强大 而且骑兵又是最为硝悍 他的主体是来自于 乌安族的骑兵 因此以步兵为主的 蜀汉军队 一到关中平原就马上面临 怎么防备朝 曹卫骑兵冲击的一个 第一个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么正好就印证了 诸葛亮这个始战功能的需要 适合高履这一个说法 完全是吻合的 关于诸葛亮的八阵图 由于资料缺乏 以及唐宋以来众多猎奇者的复会 今天已经难得气象了 所以我们虽然知道 八阵图是用来解决防御 骑兵强劲冲击难题的 但是诸葛亮究竟是如何推演的 则无从知晓 幸运的是 后人也有运用八阵图 来预提的记载 从中我们可以管辉诸葛亮 推演八阵图的奥妙之处 那么在诸葛亮死了以后 稍后一点点 三国还没有结束 但是西晋王朝已经建立了的时机 西晋朝廷曾经派遣民将马龙 当时梁州的河西走廊一带 发生了武装叛乱 武装力量主要是由骑兵组成 马龙受朝廷之命 向西侦发梁州 打通和去走廊 那么他马上就面临了一个 怎么样抵御对方骑兵的问题 这个时候 马龙怎么办 马龙又向诸葛亮来求救 晋书的马龙传就留下了这么一段记载 这一段记载对于我们研究 这一把阵图非常重要 龙以把阵图坐天乡车 注意一个新词会出现了 天乡车 下面我要解释 地广则路脚车云 地广就是地四宽广平坦了 用路脚给边天乡车 组成云阵 且站且前 一面作战 一面向前进 攻时所及 阴悬而倒 他依靠这个偏乡车组成的云阵 作为防护设施以后 军事就在这个防护之下 发射弓箭 凡是弓箭所能达到的射程范围内 敌方的骑兵无步 阴身倒下 于是马龙最后取得辉煌的战功 平定了和其走了 那么这是一段 关于具体使用拔正图 非常细致而生动的描绘 马龙这一段话 具体有哪些特色 它的特色是第一点 就是使用拔正图的时候 一定要专门制造一种 叫做偏箱车的车辆 箱呢 这地方指车的左右两侧的箱板 我们知道 不论是载人 还是载货 在古代的这种木制的车辆 两边的箱板都是对称形状的 高矮 长短 宽 窄 窄 厚 薄 那都是对称形状的 所谓偏箱车 顾名思义 就是其中某一侧 固定在某一侧 比如说左侧 这边的箱板 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呢 因为为了防御底军的骑兵 冲击的话 我把一侧的箱板 不需要两侧 只要有一侧就够了 一侧的箱板 我把它加高 高度加高 长度加长 厚度加厚一点 然后使用坚硬的木材 这样就相当于这个车辆 在这一侧 就有一面木墙 这个木板墙 如果用坚硬的木材做成的话 你骑兵来了以后 你跳跃 跳跃不过 你武器 你长枪 长矛大计 你刺不穿 剑也刺不穿 刀也砍不断 这样就具有防御底军冲击的功能了 这是第一点 就是一定要制作一种特别的车辆 偏乡车 第二点 它里边明确说 说什么 它这一个偏乡车要抱团使用 不是单辆 因为它明确说是地广 则路脚车云 这几个字稍微费解一点 我给大家做解释 地广就是地市宽广的地方运用 一般地市狭窄 有山沟 有大河的时候 当然不能用 一般用在评院上 实际上就是针对朝央的观众评院 怎么使用 要给一种叫做路脚的特别的军事设施 将配合使用 路脚的路是动物那个路 它头上我们大家知道长了分叉的头脚 那么路脚的章屎实际上是一个军事术语 它就是指把树砍发了以后 前面的树梢把树叶全部去掉 然后前面削成尖锐的尖端 然后把这个树梢 对向来犯的敌人方向 这种形状不是呛路的脚吗 好 这就对来犯的敌人 就有抵御的功能了 在平地如果一旦发现远方 红尘滚滚 敌军提名来了 马上这个车辆 偏乡车 固定在某一侧 有防护甲板的车 马上组成一个环状的 车辆的银缀 首尾相连 那么车辆与车辆之间的缝隙 怎么办 就是用这个路脚中间填塞 这样不是就严密的合时合缝了吗 中间的空间就是步兵在里边 火动的空间 步兵就可以凭借这个有效的防护措施 向外发射弓箭 路脚车车营组成的营阵 既有防护的功能 又有从中向外发射弓箭的功能 远距离撒伤敌人的功能 那么这种情形呛个什么呢 用我们现在大白话来说的 这就是流动性的 移动性的碉堡 只不过这个碉堡不是用水移做成的 它是用车辆的防护 木板做的 也可以把它称为什么 中国人发明的坦克 移动性坦克 只不过这个坦克不是钢铁做的 那是木板做的 但是这个还是可组合式的 组合式的 一旦把敌军打走了以后 马上这个环状的车营马上又变成直线的长车阵 我这个车辆照亮运输前进 构思很巧妙 偏向这抱团使用 这是第二个要点 那么把镇图为什么会予以八字 这个数字当中123567890 为什么会以八来灌营 冠营 其实从上面两种功能 我们就可以做出合理的推断 因为通常这种偏乡车也是运输车辆 在平坦的路上走的时候 是成长蛇阵 这阵型前进的 一旦远方 红尘滚滚 敌军 骑兵来了 马上要组成很大的环状 要远 又要严密合缝 困难 最有效 最简便 最快速组成的环状印证 而且里边也有活动空间的 正好是八两车组成的 打个比喻来说 就像大家看过的魔方 魔方每一面是不是九块小方块 如果把中间那个小方块把它抽掉 作为步兵在中间的活动空间 和向外发射 射击的空间 那么正好每一边三辆车 但是总数是多少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刚好是八辆车 既是防御功能完全具备 但是又是数量最少的车辆组成的银证 所以八阵图的八 之所以用八来命名 而不是九阵图 也不是七阵图 而不是六阵图 历绝就在这个地方 在三国治诸葛亮传的末尾 陈寿在一大段文字 充分肯定孔明的治国功勋之后 又对他的用兵才能评价说 然连年动众 未能成功 改应变降略 非其所长隐 这短短十九字 因发了一桩 长达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公案 应变降日 真的是诸葛亮的软肋吗 陈寿对诸葛亮的这个评价准确吗 我个人认为 他这个评价是不够准确的 为什么 因为他不符合事实 诸葛亮北伐 他亲自率领军队 主力军团发动了四次攻击 再加上非主力军团 其他将领的非主力军团 发动攻击 他率领主力前去援救 也就是他又参与了 非主力军团发动的攻击 一字 一共加起来是五字 我们看这五字战斗 它有没有因变的本理 我们说因变降略 这四个字准确的含义是什么 一是低纤要出现突然的变化 第二 它迅速能够做出应对 就是这个本理 你说因变降略 那我们就只对 在有变化的时候 有没有应对 我们来说这个事实 下面我们来看 有没有具体的事实 第一次诸葛亮出兵 是在七山 接停驿站 马术 职人纸上谈兵 被对方的大将张和击败 于接停 造成了战局的迅速逆转 在这个战局迅速逆转的情况之下 诸葛亮立即采取什么呢 全军镇定撤退的方程 没有造成全军溃败之势 这是有应对的 第二次 当年冬天 他出兵陈昌 进攻陈昌城 没有能攻下 二十多天以后 军粮已经消耗殆尽 于是他退军 退军的时候 对方出动追兵 猛力的追击 他什么方法的应对 停下来 摆开阵势 迎战 一迎战 把对方的主将 汪霜 当场斩杀 有应对 第二次 第三次 他派遣了 一个将领 叫陈氏 去进攻 朝魏的五都 殷平 两个郡 陈氏 在进攻的时候 对方的大将 国怀 率领大军 前来 对陈氏进行夹击 在这个时候 诸葛亮 即使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应对 自己亲自率领主力军团 前去阻击国怀 成功阻击到国怀 阻断了国怀的攻势以后 陈氏在这边 顺利的攻占了 攻占了这两个郡 有应对 有应对 第四次 他再出齐山 司马懿采取 缩头乌龟战略 不给他 决战 梁静以后 诸葛亮退军 退军的是司马懿派 大将张和 追击 诸葛亮采取什么样的办法应对 我在木门道 设立埋伏 结果 当场射杀 张和 应对措施 取得了显著的效果 整设了敌军 第五次 他出兵武藏元 最后一次从包野道 出兵武藏元 与司马懿 准备做长期的对抗 口气 病重 在临终前 他应对这种 变化 方式 是吩咐 手下 赶紧 分批 相互掩护 情况之下 镇定的 全军撤退 在他这个方针指导下 蜀汉的军队 最后 全军的主力 都能够 安全的 保存下来 所以五次战斗 五次出现 突然的军情变化 他都有应对的措施 说他 无应变将略 这恐怕不符合事实吧 第二 还不符合 司马懿对他的评价 他病重撤军以后 病死 那么司马懿巡视 他的蜀汉军队的营蕾 看了他的布置 然后 他的种种的设施之后 由衷地称赞 他是天下奇才也 冤家对头的评价 由衷地 说他是天下奇才 用病的天下奇才 但是没有应变的将略 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策略上 诸葛亮的龙中队 成功预测了天下三分 最终成就了刘备 从一个政治基础薄弱的割据政权 到与曹魏孙武的 分庭抗礼的建国审划 从战术上 亲自指挥了北伐 令强大的曹魏 惶惶不可终日 从技术上 诸葛亮还是三国时代 最出色的军事邦兵家 他推演确定的八阵图 是中国传统军事阵法 达到了最高峰 他发明的牧牛刘马 是当时军队后勤攻击 最先进的运输工具 他发明的十发连弩 是当时最具杀伤力的远程武器 那么陈舍 为什么对如此优秀的军事家 还要做出负面评价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隐情呢 选举之一 就在诸葛亮的原家对头 司马懿身上 因为诸葛亮在北伐前线 左战的七年间 后面四年 都是和关中战区的总指挥官 司马懿对岭 一决此凶 诸葛亮一直采取主动作战的方针 咄咄逼人 但司马懿逼迫 采取乌龟战略 前面我们已经说了 那么在司马懿那一方面来说 他的军事生涯二十多年 就在四年间 给诸葛亮对岭这四年间 是最窝囊 最暗淡无光的四年 此前 此后 那都是料地入身 战国辉煌 唯独对诸葛亮这四年 他最悟了 哪怕诸葛亮一再挑战 他也不敢出来 诸葛亮送他女性穿的衣服 女性身上佩戴的装饰 实际上嘲笑他 你就像一个女性一样的胆小 面临这样的武力 他也不出来 连他自己的部下都敢当面说他 你畏惧蜀 诸葛亮的蜀军就像害怕老虎一样的吧 他的部下都敢嘲笑他这个主帅 所以这是最 欧朗的四年 那么在这样强烈的对比之下 对诸葛亮用兵才能的任何褒奖 都等于是对司马仪用兵才能的贬低 对不对 而承受的三个字写在什么时候 写在西晋五帝司马炎在位的时期 司马炎是谁 司马炎是司马仪的亲孙子 你赞扬诸葛亮用兵才能 就等于是对当今皇上的祖父 进行贬低 这会谈上事的 对不对 而且一谈就是大事 所以从人性的角度来观察 承受他虽然是使人家 他也是人 对不对 所以这种情形 下他做负面性的评价 就是可以理解的 这是玄机 但是只是玄机的第一层 还有更要命的玄机 是什么 就是对诸葛亮用兵才能 做出负面评价的始作俑者 还不是承受 是谁 就是司马仪 这是怎么回事呢 就是最后一次 诸葛亮出兵 到武章元 与司马仪对抗 这个时候 朝魏的朝廷 非常之关心 战局 因为这一次 诸葛亮的出兵 从包野党出去以后 距离朝魏关中的军事中心重镇 长安 最近 距离东边的首都洛阳 当然也最近 所以 很关心前沿的战局 关心怎么办呢 司马仪的三弟 叫司马夫 司马夫当时在朝廷当军纪大臣 他就写了一封信 去给二哥 司马仪是老二 二哥 前方战况究竟怎么样 司马夫为什么要写这封信 因为司马夫当时当什么官 当的朝魏上书台的杜之上书 杜之上书是总管 天下军政经费的收支开支 时间很大 所以司马夫询问前方战况如何 第一 是本质需要 究竟这个战况还要打多久啊 是不是很麻烦啊 那么因为我这个军费支出筹措的话 跟你向前方拨军费的话 这个是我本质范围对 因为我究竟准备充分一点 还是准备多少 那这个我心里边要有打 也要有个起码的打算 所以这是第一 第二更重要的是朝廷关心 战局的发展 特别是皇帝 所以他的这个情况实际上是两重意图 当然司马仪何等人 当然知道三帝写这封信的用意 于是回了一个非常若果官的回信 这个信里面 司马仪就对诸葛亮的用兵才能做了一个评判 因为你要做若果官的评价 若果官的古迹的话 你当然对对方的主帅要有一个评价 他的评价是 原文是这样 量自大而不见机 多谋而少绝 好兵而无权 破之彼矣 他的意思是什么 诸葛亮这个人志向很大 但是呢 不会找机会 蒙略很多 但是缺乏决断 喜欢用兵 但是又没有全变 结果呢 好兵而无权 不是没有权力 而是没有全变 没有全变实际上就是不能够应变 所以 我打破他 必然的是 他这几句话当中的 好兵而无权 喜欢用兵 但是没有全变 这句话和承受的应变将略 非其所长 含义就是一样的 对不对 实际上是表达方式不同 词语不同 但是实际上含义就是一样的 这样一来 这件事情就比较麻烦了 因为司马懿的父亲 因为既然是要安抚朝廷 司马懿肯定不会作为 我们兄弟之间的私人信件 个人隐私 我不公布 他肯定要拿到朝廷上去公布 因为才能安抚大家了 之所以后来禁书 把这一段话写在宣帝纪里边 卷一 宣帝纪就是写司马一世纪的 写进去 就是因为私人信件 已经变成了朝廷的公开档案 好 这一件既然成了公开档案 对于承受来说就更麻烦 为什么 因为这个自大而不见机 好平而无权等等的负面评价 是谁做的 司马懿做的 司马懿就是给诸葛亮对垒的当事人 又是很有丰富 左眼经验的军事家 那么他左的评论 首先就具有权威性 承受 你写你就不能不考虑 而且这个已经成为公开的档案 这是第一 第二 他写书的时候是西晋五帝 而这个时候 司马懿已经不是朝卫朝廷的大将了 而是什么 而是被西晋五帝追征为高祖宣皇帝 放在皇家的宗庙神位的镇中供奉了 作为西晋国事馆编撰人员的承受 对如此高度敏感的文献资料 他有胆量 不采用吗 负面评价写进去 但是承受 还是在自己 可能的范围内 因为负面评价一写进去 人身安全基本就有保证了 人身安全有个保证吗 我再做一点其他方面的弥补 弥补有三个方面 第一 负面评价放在撰末 但是我把司马懿做的天下奇才也放到前面正文当中 这是第一弥补 第二 我在评价当中 对诸葛亮的行政才干 治国才干 尽量把它写充分一点 把它写完美一点 这样也是相当于一个弥补 第三 就是负面评价这两句话 概应变降略 非其所长于 翻译成大对话 就是大概 它应对敌情突然变化的本领 不是它的所长罢 揣摄性语气 所以如果我们了解了 如此复杂的政治背景以后 反过来再来看 从人性的角度来看 陈寿所做的三点的弥补 他的心理活动 在当时下笔的心理活动 那真是悦然至上 这一集 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